近这三年就被盯上三次的银行提款机再次成为目标 两名匪徒今天早上使用四轮驱动车 企图将提款机拖走 但最后怀疑因为惊动了警铃而罢手 事发现场除了有一台已经被拖到门口的提款机 还有一地的玻璃碎片 由于事发时银行内并没有保安人员 虽然该区在进行着铺路工程 可是还是没有人目睹事发经过 警方将调查这三次的抱歉事件 是不是同一批匪徒所干的